光不盛光 清零是個目標 不過新常態 新常態強調的是 與狼共舞 就是與疫情共存 我認為確診數會一直記憶下降 除非台灣永遠所謂 不然還是可能會跑進來 我猜全世界最後一定是用疫苗護照解決 蔡碧如委員在臉書發文 除非封城否則不可能真的清零 外界質疑這是打臉市長的說法 請問市長的看法 我認為是這樣 我們應該可以 因為市長看數字都知道 其實台北市把這次批發市場的案例扣掉 我們也是降得很快 雙倍數量還是在下降 不過最後一個問題是這樣 防不勝防 所以老實講 這本來就是一個 我已經講過很多遍 清零是個目標 如果沒有疫苗 當然你不清零 他就是沒辦法解除這個管制 不過 新常態 新常態強調的是與 與狼共舞 就是與疫情共存 這個真的是我們台灣社會要討論的 你知道 我認為這個確診數會一直繼續下降 其實台北市他在 你 因為是這樣 雖然我們一開始有些什麼批發市場的感染 但是只要知道了 就有辦法處理 所以他還是可以控制下來 但是有沒有辦法控制 好吧就算控制到零 你知道嗎 除非台灣永遠鎖國 不然還是可能會跑進來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如果入境的旅客全部要做三次篩檢 那是一天入境兩百個可以 如果一天入境到多少十萬個 有可能這樣做嗎 我就很懷疑 所以終究還是打疫苗 我猜國際上最後都是疫苗護照 vassine passport 就是說 有打滿兩劑疫苗的 就給你一個什麼 國際通用的護照 然後這樣處理 我猜全世界最後一定是用疫苗護照解決 因為也不可能入境要管制14天 要做三次篩檢 這不可能 所以如果一個社會 要靠每個禮拜做一次篩檢 不切實際 再次看 兄電話 Bank conta 我想 沒有 chapel 我們 又 怎麼 額